我一般打在打的时候上车都是免费的 直接拉我排队就可以了 如果你牌子等级高的话你就说一下我要叉叉队就可以了我提前让你上来 有很多兄弟也问我为什么带别人不收费啊什么的 兄弟们跟我玩带我玩是给我面子 我还能去收他钱 活话讲完 谁战神谁版对 但是你硬要刷的话我也不是介意什么的 好 好闪 好闪 直接拉我呀 不用交好友 直接拉我 2 直接拉我 再拉我 1 性能 3 性能 4 性能 挖掘 往通区打的少 因为比较卡 我以前 啥都不懂的时候 我看了一些区域 我以为电信区得用电信网络打 往通区得用连通网络打 谁傻呗 难道不是吗 肯定不是啊 我们自己这边也可以签连通网呀 但是你你要是在广东这边无论你签什么网络你你你玩 跟网通区一样卡 岩石一样搞 那跟你这句话有啥关系 因为当时深圳也可以签连通网呀 你在深圳签个连通网那你玩网通区不卡吗 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增恩 不一样卡 去不了啊兄弟 有个屌毛在朝里面灯我 可以打是吧 可以打是吧 我切了 他得被返袖 我虽然失去了船 王虽然定会 阿 我只不知 可以疯狂 去我 我需要 你以为我死了是吧 怎么可能 1330块钱我就可以出装备了 但是我走得也好 你山东电信玩哪个区都不卡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服务器都不在你那边 你那个玩哪个区都是十几二十点延迟 这就是你说的不卡 我不相信你你玩什么爱欧尼亚或者黑色玫瑰你能像我一样 各位延迟是五点延迟做得到吗 不可能的 因为你你你你那边什么伏击都没有 玩什么伏击都是十几二十几二十点延迟 你说的话是都不卡 按照我说的话都卡 每个区都卡 当心炸药桶 要时刻留心背后 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 怎么叫我好装啊 本来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把他们掉在杀手码头上 把他们掉在杀手码头上 他查不均我 你几十点延迟你习惯那个延迟也能玩呢 只要是你人习习惯了就没关系就能玩 跟英雄没关系的 你几点延迟几十点延迟或者十几点延迟 只要你自己习惯了那个延迟你就能去玩 有的人适应能力差就习惯不了就没办法 而且玩英雄联盟对对对我来讲 我技术提升最快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用了一台自己的电脑就不去玩吧的 技术最快的时候 因为你每每一台网吧的机子键盘它不一定全部是一样的 现在可能是差不多全部是一样的 以前的话 我们的那些黑网吧或者干嘛的没有什么全部是一样的 你换一台电脑鼠标键盘什么都不一样 或者椅子都不一样 然后你又要身体重新去适应这种东西 那你得适应能力多强 你才能进步 你一台电脑玩的久了 你哪怕是椅子桌子的高低 鼠标键盘跟你手的距离 这个都是有讲究的 你玩的久了熟悉了 他就跟你的手脚一样 你就很熟练 玩游戏可能就会厉害那么一点点了 最主要的还是天赋吧 嗯哼哼哒 嗯哼哼哼哼哼 放东西 這個的地盘 把散布的变成了 丁面 有3个点了 溜了 下路有点爆炸 对啊 稍微感觉有点不一样的话你就会不舒服 但也有人在网吧放不同的电脑他也能上玩者 这个是个人是适应能力的问题 毕竟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的适应能力强 哪怕他换个游戏玩他一样厉害 但是我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差的 因为我刚玩英雄联盟我头晕 以前我玩3F头都不晕 但好久时间不玩了 我现在这次玩3F我头也晕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晕3D的问题 是我对我不熟悉的东西 会让我 会让我有一种缺氧的感觉 就是不熟悉的东西 最离谱的是哪怕是我现在回去玩国服的冒险岛啊 最新版本的我看那个界面点来点去我也晕 哪怕是二敌横板的这种一样晕 反正就是不熟悉的就很不舒服 人人有魂 拆个二塔美之之 我敦不见我算小龙肯定是来不及的 了 让他们抢救一下 不要我把他高地给他拆了 接受慢 慢个锤子 你知道我多多少岁玩的英雄联盟吗 十几岁玩的英雄联盟吗 不到20岁吧 十八九岁吧 可能更年轻一点 拆入高地塔有四百块钱左右 还差三百多 这能给我吸回去的呀 差点送的不大 吸的我动不了 我应该是从S2开始玩的 今年S14是吧 S14的话那就玩了13年 那我应该十六七岁玩的 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 这么喜欢A统子 我先送走你 再说 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杯 我二十九啊 你干嘛不打他 你晕他 卡莎都来了 打倒吧 我根本要 气死 不要我九五年了 我生日都还没过呢 严格来说 我现在是28 我生日比较晚 就要来临了 一般来 严格来说是要过完生日的话 才算是29 小孩子的用词 炒 喂 呃 放门口就可以了 谢谢 嗯 放门口就可以了 谢谢 啦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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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抢筒子的话就算了 只要他也死了的话大龙肯定就寄了 不冒险 别激动 不打你还不行 就是狐狸的 狐狸嘴的事 我想让他们抓我杨阳队友去动大楼 狡猾为什么能来吓 狡猾为什么 差钱是吧 振价 穿 死定 狗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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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不出来 卧槽 去正面看他们收割一下 好 是不是打不了 可惜我们就来变魔杀 我替队友怎么学 队友四位是打不够怪物 我替他们怎么学 亚索不接大是没大吗 我下来给个风墙就好了 哎呦 砍龙也没人砍龙 亚索没大吗 好亏呀 真的好亏呀 如果亚索下来给个风墙的话 队面还不一定打得过 没有没有打到双风 没中我操 8点钱 人人有份 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炸 他感觉没必要叫啥 他出事 呃 呦 订阅 早就无可再痛了 人人有份 就是那个 鯨魚有了 那就穩多了 還換不了裝備 先加個藥 注意打不同一些 下波歸後面 等對面凸就行 我們這邊兩個凡凸的 我們陣容還算挺克他們的 一個W 一個E 可以把女槍打全部打沒的 然後途徑進來不如摸下的話 我們都是靠平A打傷害的 很容易就可以打出那個被動之類的 我搞個金身 我搞個金身 春哥金身 金身吧 金身平凡一點 像他們這種開我 如果有金身的話 對面就烈野牌 沒人趕往前面頂 我就想看上去 如果是個金身 就不會把衣服 我去打破 你們兩個就不來 我去打破 你不是太好的 我去打破 你自己會打破 你不會被打破 你不是太過分了 我去打破 你那樣 我會殺你 拍视野吧 过来跟布隆一块拍拍视野 测一下他们想开的 留下 那么金身摁不留 留人也不敢留打也不敢打 空了我一下我都把金身摁不出来 主要还是贪伤害 我没送啊 队友不敢留人不敢打我很难受 我真的秒他呀 要不敢留的话我就没办法了 其他人队友又留不了我出来打这个我没有人可以打了呀 并不是打不过呀 我虽然失去了船 但又失去灵魂 打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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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 我 没 就算了 哇套了呀老他把车哥买的 不是鸭齐生 你能不能别去刷野了你过来留下人开开团呢 他在靠我鼠哥来开团 这萌组啊嘞